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空心菜为夏季主要的绿叶菜之一 空心菜中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其维生素含量高于大白菜 这些物质有益于身体发育 起到补充营养的作用 空心菜中的出纤维含量丰富 由维生素、木质素和果胶等组成 果胶能够使体内有毒物质加速排泄 木质素能够提高聚氏细胞吞噬细菌的活力 可以用于治疗痔疮 夏季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空心菜 空心菜也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加速之一 那是因为空心菜中含有胰岛素成分 胰岛素成分可以帮助人体降低血糖 让血糖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食用空心菜 中医认为空心菜限量胃肝无毒 入味肠额筋 能润肠通便 清热凉血 疗川解毒 痔疮变血者可以食用 空心菜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蛋白质含量比同等重量的番茄糕 含钙量比番茄糕12倍 并且有较多的胡萝卜素 因此经常多吃一些空心菜可以凉血 但需要注意的是 空心菜限量 如果体质虚弱脾胃虚寒就不宜多吃 空心菜用盐水浆在浸泡也会再清洗 这样可以去除它的农药残留 我们用清水将空心菜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块南瓜 南瓜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食材 颜色金黄 口感香甜软糯 常吃南瓜对身体的好吃也是非常的多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可以健脾护肝 预防胃炎 使皮肤变得细腻 南瓜中含有大量的β胡萝卜素 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 维生素A有较强的抗氧化剂的作用 可以清除自有机预防多种癌症 对上皮组织的生长分化 维持正常视觉 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 具有重要生理功能 南瓜含有丰富的锡、鲜 为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物质 还可以促进造血 南瓜中含有多种矿物质 具有防止骨质疏松和高血压的作用 南瓜含有维生素和骨胶 能连接和清除体内的细菌、毒素和有害物质 从而起到解毒的作用 多吃南瓜 能够让身体当中的胰岛素 处于平衡的状态 能够维持身体当中正常的血压以及血糖 对于一些肥胖的患者来说 多吃南瓜能够更好地进行减肥 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补充身体当中的营养 很多人胃部健康十分的差 这个时候不妨多吃南瓜来保护胃肠黏膜的健康 同时促进身体当中的胆质进行分泌 避免肠道黏膜受到一些粗粮的刺激 多吃南瓜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能够有效地对食物进行消化 南瓜去皮之后切成薄片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小米 小米称得上是古界的黄金搭档 能和各种食物搭配 让营养翻倍 中医认为 小米胃肝血限量专入圣经 入脾胃有补肾养胃的作用 现代医学也证明 尝试小米还有六大健康功效 小米的酸酸含量远高于其他穀物 可以产生更多的氢氨酸 这种物质不仅令人感觉心情愉悦 还能促进睡眠增强记忆力 二预防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的人营养不足 食欲不振 即使反胃 腹胀等症状 而小米富含淀粉酶 维生素等物质 能够滋补脾胃 增强食欲 促进消化 三抗菌消炎 小米维生素B1含量 远高于大部分粗粮 小米富含维生素B2 它们可以减少口腔细菌之声 清除口气 预防口腔溃疡 嚼剧神经等炎症反应 四辅助补血 补血需要补铁 铁式促进人造水重要的元素 小米我们用清水清洗两遍就可以了 清洗小米的时候动作要轻一点 不然就会破坏小米表层的营养成分 接下来我们往砂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再把小米加进来 南瓜也一起加进来 小米一定要水开再下锅 这样小米的营养才能够被完全的释放出来 小米下锅后 用勺子搅拌一下防止粘锅底 然后盖上盖子转小火煮20分钟 现在另起锅加入清水开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加入一点石油 一点食用盐 然后把空心菜下锅焯一下水 大约两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空心菜属于炒本之物 蔬菜本身含有大量的草酸 而草酸摄入人体之后没有任何的好处 反而会导致身体钙元素利用率大幅度降低 而焯水可以很好地去除空心菜里面的草酸 所以我们在吃空心菜的时候要先焯水 加入石油可以使空心菜变得更加翠绿 加入食盐可以入一个底位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之后我们将它捞出来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段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小米粥已经煮得差不多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粥已经变得非常的粘稠了 金灿灿的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现在就可以把空心菜加进去了 加进去之后再煮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我们再加入一点食盐调味 俗话说想要甜加点盐 把盐搅拌融化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小米南瓜空心菜三者结合在一起 营养价值翻倍 尝试南瓜小米粥能降低我们的血脂和血压 里面还加入了空心菜 对三高人是非常的有益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收藏起来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我们下个视频见啦